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度在两个90公斤以上重量级选手之间展开 法国多惊 法国人本来是爱抱怨的 被击讽为抱怨之王 远天远地什么都怨 不开心抱怨有时开心也发牢骚 你跟熟悉的法国人说起这些 闭此笑笑习以为常 不过法国人这一次迎接奥运会的表现 让许多熟悉法国国情的人感到意外 从夜夜人满为患 欢呼声正天的法国俱乐部 到大街上地铁上 打开手机盯着竞赛竞程的兴奉的人流 法国人的心好像深深的被奥运会所吸引 以至于有报道称 奥林匹克用途会期间 巴黎迪斯尼乐园也没有了人潮汹涌 主题公园的过道上排队的人 辽若陈兴 人都去了哪了 原来人们在各种各样 为庆祝奥运会设立的场所排长队 在巴黎北部的法国俱乐部 靠近战神广场的特罗卡特罗的冠军公园 在协和广场的体育公园 在巴黎和圣德尼省 彻夜开放的大大小小几十个挂着超大迎平 既可观看比赛又可参加各种庆祝活动的文化公园里 成了许多首都居民的必去之地 还有一个出乎意外的是 地铁畅通也让参与活动的人心情为之畅快 与之前当局一直强调需要提前计划和避免乘坐交通工具的说法恰恰相反 在首都地铁从未像奥运会期间那样用行良好 地铁里还会出现快乐的人穷吗 对于习惯了交通堵塞的巴黎人来说 这一幕甚至有些可疑 然而自奥运会开幕以来 巴黎的地铁里真的洋溢着一种奇特的节日气氛 如同整个首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一样 这是因为原本预计在比赛期间会拥挤不堪 混乱不堪 甚至最悲观的人认为会接近人间地域的交通系统 实际上用行的非常好 几乎比平时更好 甚至连日常使用者都惊讶的发现 他们在旅途中更加轻松了 当然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法国奥林匹克对这次的成绩相当不俗 比赛直到半成 所得奖牌已经超过东京奥运会所得奖牌总数 在金牌榜上战列第三 这是罕见的成绩 游泳健将莱昂马尔上连夺四块金牌 35岁的柔道民将泰迪瑞纳 东京遇错后东山再起 这些运动员的突出表现和动人的故事 也让法国观众欣喜 就连法国人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一些英语国家媒体对奥运会的气氛 和巴黎居民的热情感到惊奇 或者感到惊喜 通常情况下 如果有最恶劣心情金牌奖 当属法国人无影 成见是难以改变的 还有人激粉 法国的天 巴黎人的脸 说变就变 在大西洋彼岸 法国人常常被认为脾气暴躁 这一次例外了 华尔街日报8月1日写道 自从他们的城市赢得下级奥运会主办权以来 巴黎人就保证会赢得坏脾气金奖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吗 奥运会开幕前的几周就像一个暴躁的节日 而这正也是我们所擅长的 升陷严峻的政治危机 抱怨即将到来的交通问题 地铁列车可能拥挤不堪 车站关闭 大量游客涌入 物价上涨 比赛开始了 很快 第一批奖牌和冠军接踵而至 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巴黎从一个有时很不友好的城市 变成了快乐和热情之独 谁将成为我们的总理 这个问题已经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 而后者似乎更加现实 我们将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几 海明威的口号 巴黎是一场盛宴 似乎从未如此的贴切 该报标题以反讽来表达惊喜 巴黎奥运会最大的惊喜 连法国人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不过 美国媒体还是不时实际的调侃了一下法国首都的疯狂 他们提到了协和广场 小轮车自由式 梯里五 画瓣和三人篮球 去到这里举行 过去在协和广场上 人们失去了导弹 现在人们正在失去理智 诺特舍驻巴黎记者米歇尔罗斯认为 法国首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园 甚至在奥运场馆之外 这位记者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座城市如此无忧无虑和快乐了 英国广播公司甚至在其网站上质疑现在是否是到巴黎度假的好时机 这些电台的报道对巴黎人在高峰时段还能在地铁里坐下来时感到困惑 城市的街道相对安静 这时否足以让许多为了避开高峰而去度假的巴黎人后悔自己的选择呢 巴黎的盛宴还在继续 不过法国红河云400米团体赛决赛实力 尽管马尔上游了第二棒也无力回天 另外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 中国选手郑勤文击败维基棋 斩获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这枚金牌不仅是中国网球在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枚女单金牌 21岁的郑勤文也成为亚洲第一个奥运会难打冠军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巴黎奥运会特别节目 感谢苏根亚的技术合作 谢谢您的收听